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新鮮滾以辣的就是 行政長官李家超 發表了他人類的首份的施政報告 他的內容都很多的 19個犯罪 100多個項目 先關心一下他講的就是想搶人才 就是 哇 不過他都承認了的 過去兩年香港的勞動人口流失 差不多14萬了 政府現在要積極培養本地的人才 又去找些人才回來 他又包括了高端的人才通行計劃 為期兩年的合資格的人士 一年的年薪有250萬元 華爾以上是全球八強大學 還有是過去五年累積到三年 華爾以上工作經驗的人士 這些人就可以活得兩年的通行政內港發展 還不像人數的限額 布斯 搶不搶到人才回來 其實就看你怎麼看呢 因為你說兩球多的人工呢 在很多行業其實就給不到的 就是除非你做一些真是很 所謂吃香那些啦 當炒那些啦 但是你吃香那些 譬如說做金融 做銀行 給你兩球半 那這個不是太難 但是那些不是什麼專業人才啦 說真的 就是很多你說做過銀行 或者就是可能一些不是說很特殊技能的 只不過他可能做了久做得高 就是上了高層 那他就有這個薪金 那可能因為通脹啊 有人走啊等等 就是被滑降水上船高才出現這個現象 那你搶這些人其實就意義不是很大的 說真的就是 你如果說著譬如說一些start up 就是那些叫做新成立的那些公司啦 或者是開創性那些呢 其實你初初回來 你不可能有這麼高的工資的 是不是 你初初開了一檔東西是要捱的 可能放本來會有一段相當長的回本期 怎麼可能陪了兩球多請一個人回來 還要說無限量 那你現在每間公司無限量 那麼請那麼多兩球多的人 就是這個不是實際的 就是除非你本身已經是一個大規模的企業 但是大規模的企業其實不會說的是 第一它對香港沒什麼興趣的 第二你都不是一些什麼開發性的 開創性的一些一些行業的類別 那反而就如果你真的在說的人才 就是我們在說譬如說前景有違的行業 可能是主要是科技啦 一方面就是那些大數據啊 人工智能啊 另一方面可能是醫療啊 藥啊那些那些那些 就是那些其實不是這麼容易 是有一個很高人工的最初的時候 那還有很多就是做研發的那些呢 說真的它都是就是就是要扔時間的 相當長時間那然後又有一個發言 有一個發明出到來 那然後才可以就是跟一些商界合作 那合作的時候好了 可以拿到專利大規模生產落地 那你才賣到錢 那那一下它就會步伐了 那但是其實你不可能一開始 會有一個很漂亮的步伐出來的 其實有很多那些初創那些呢 以前來香港都面對很大的困難 就是政府是說有些資助啊 有些協助啊這樣 但是你去拍門口的時候 它要你拿業績出來 那你一間就是初創企業 有一幫聰明人啦 可能一群都是博士或教授或什麼都好 它沒有東西的喔 它是有的也是個腦袋 接著它可能發現發明了一些東西 那它拿給你看你又不知道它寫什麼 它拿它的學術論文出來 那你不會評價到什麼東西出來 可以給它很多錢 那它那些東西如果真的落到地 賺到錢的時候 那可能是若干年後的事情 不是現在的事情 就是其實我想這些才是人才 就是如果你用現成有的一些 模式去這樣搶人才 我不知道你搶了什麼回來 就是其實很多時候怎麼說呢 真是聰明那些人才呢 你不是一些政府的官 那麼容易可以讓你發掘到的 都是靠一些大學啊 或者是一些教授曲等學府 這樣結合他們回來的 但是你往往就是如果經過政府之後呢 那些人不懂得課 現在大陸最近也是 就是有個Nobel Prize winner 他曾經在大陸有間學校 他都是掛單教的嘛 然後那些學校又不跟他合作 那些人說他不懂補 就是其實這些情況呢 你很多時候是一些聰明的人 你給政府 就是上到他那裡 他是看不到看不出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純粹設定一個標準的話 我有多少錢人工啊 或者你本身是不是已經有一些很賣的產品 說真的這些 我不認為是一些什麼人才的東西 只不過是他本身有一些很賣的產品 有幾個業績 那你很多大公司大企業都做得到的 但是不等於那些東西是一個 就是所謂將來來講是很有為的那些東西 其實呢 董事長官你覺得他想搶些什麼人才呢 其實他在人才方面呢 不單止這個項目 就說要演進重點的企業辦公室 要從未來的基金部300億 成立共同投資基金 要說政府要成立人才服務倉庫 希望每一年呢 可以減三萬五千個人才 剛剛說過通過高端的人才通行計劃 就是想搶世界各地的人才 那現在是一個外匯的環境下 博士也知道 好像是美國就有一個占片的制裁的計劃 所有的高端科技的人才都不可以 就是限制他們在一些中國方面的 有關中國貿易檢公司裡面的做事 所以現在他們都全部都差不多都要辭職 如果不辭職他們都會有危險的 就是美國總統可以拘捕他們 就是現在香港是有沒有會受到這個信息的影響 而是香港就是搶人才方面有數總統或者神效不彰呢 我想你說的那隻呢 就是被美國政府夾他們那些呢 那些就是已經是 不好意思 那些已經是很頭目的人才 就是你去到國家戰略層面很重點很厲害那些了 那香港其實呢 老實說就沒有資格搶那些 因為如果你說到這麼尖端科技那一班呢 其實就是要是美國立了 要不然呢 就是大陸立了 其實通常都是這樣結果 那你來香港 香港一向都沒有科技的 那你在這裡我看不到有什麼作為 那但是呢 那你如果說在香港 你在香港素來搶那些人才呢 那那些其實不是真的最精英的那一批 就是那些呢 是有一個創富的能力 但是又不是拿著爆燈那些 那他通常就可能是 所謂二三線一些的 他在一個應用層面 他可以做到 又不是說全抄 但是拿別人的東西來改一下 那然後將他可能應用 或者大規模生產 然後就發達 就是其實 就是這些 就是我想他們都 那個定位都知道自己是拿著這些 應用層面那些的 他們要比較即食的 就是拿回來是會快賺到錢 開箱公司快請到人 然後創造職位 就是他們是要這些人多些的 如果你說說很頂尖那些 就是真的厲害到是 我不知道啊 可能頂尖的那些納米專家 核子專家 這些不到香港搶的 這些一定是就是 在國家層面給錢打本 已經吸納了他們在裡面 那所以現在香港搶的那些 說的是 某程度上是二三線 是可以用錢買回來的 但問題就是 你用錢買回來也好 不是說你給錢就買得到的 就是人才來不來呢 都看很多東西的 比如說看你那個整個制度 整個配套 就是那些人呢 雖然二三線都好 他全世界都不優惠的 到處都要的 那他到處都要的時候呢 就是說真的他選你 就不是你選他 那以前也試過了 有很多那些什麼 輸入優財計劃這樣 對行表上去 就是政府愛你不利啊 有很多東西就是 又不是故意的 但是結果做出來就是諸多阻撓 那你多制奪的時候 你不是真的很吸引這個地方 那別人就不來你了 是不是 沒有說沒有你不行的 那所以現在 好了 他知道 就是要跪了 要靠別人了 那你靠別人的時候 就算你自己 就是作為一個長官 你給他誠意也好 那你整個地方那個制度怎麼樣呢 是不是 就是那個生活配奪怎麼樣 不是你現在你 這個制度你也控制不了的 那些什麼國安法 上面說有你 就說要有 是不是 那些有空扯日期唱一首歌 上面說做你 又要跟著做 就是這些東西呢 說真的很多人才專才 就不喜歡的 就是所有 所有聰明的人呢 你不要說他們是學術也好 甚至是做生意也好 那些思維是跳脫的 思想是自由的 那些東西要牽制它 就是說真的 新加坡都不是一個好的地方 但是起碼沒有這麽壞 那你沒有這麽壞 那你沒有這麽壞的時候 人家就是 就是 由我一個惡劣的地方 去我沒有那麽惡劣的地方 是不是 因為你現在現成有的 你香港啊 星州這些有的 就是說 就是相對來說最低的優勢 那麽但是 那麽說真的 你現在 就是面對那個結構性的財政 香港來講就是 就是 長遠來說 人口老化 增長催淋那個問題 那麽多這些問題 看來那個低稅都不能夠 長久維持下去 就是你慢慢 你自己有的優勢都沒有 就是如果你說你的稅率 或者很多其他制度 都一直惡劣惡化的時候 其實你 你口口聲聲說搶人家 人家不會給你面子你是長官 人家不會給你一個施政報告 是不是 就因為你宣佈施政報告就來 誰知道你有施政報告嗎 就是你說吸鬼子 或者吸大陸的人都好 你說的施政報告 除了香港人看到之外 你問大陸有多少人看 是不是 你問鬼子有多少人看 沒有人看的 沒有人知道你講什麼的 那你有什麽東西 那麽厲害的 說都給人家聽 這麽吃香要來你這裏呢 現在說的大勢所趨就是 就是很多 很多美資、歐資 其實現在是撤出的 是不是 提起China也怕怕 就是你已經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是不是 就是見到你一怕 沒有興趣講這個地方 那你現在 你在這樣的大前提 這樣的背景之下 你還憑什麼 你說要搶人才 真的 真的拿槍去搶嗎 所以我想 口號你可以講 但是人才這裏 其實由 由董建華那時候 二十幾年前 就開始說要拿回來的 那你拿來拿去 其實都是拿不到的 那如果你說的 你不是搶鬼佬 你搶大陸那些 說真的 大陸 大陸的人都不是蠢的 就是 你如果真的 比如說 國家戰略級那些 那些 你就做什麼火箭專家 最近香港 就是搞什麼 大陸計劃諸如此類 在這些學校都開這些課程 那如果你真的 真的做那些事情 那些人 又會不會走到香港 如果你 你立心是 打算坐火箭上太空 你就知道香港 是不會有火箭上太空的 就是 就是在大陸那裏 是吧 就是在北京上海 就是像樣一些的地方 在那些地方發展 我想他們上到位 或者就是 出名也好 找到錢也好 機會大很多 所以你如果 在這裏來講 我真的 不知道你有什麼產業 或者行業 還可以有一個 很好的法位 你說吸大陸的人下來 就是 就是大陸以前 一直下來的人 其實做什麼呢 就是搬些錢走的 說白一點就是 你在這裏開資產管理公司 在這裏開那些所謂家族辦公室 資產管理公司是大一點的 家族辦公室小一點的 那你下來其實就搬錢下來 那就搞金融 搞搞下 就就當喜歡這個 但是現在其實你的黨是告訴你 要有行政錢走 你搞一些事情就幫他搬些錢來 搬些錢來做什麼呢?買樓 你買樓一塌他就不死的 就算他答應他來買一層樓 那一塊還沒十 你說不用納稅 他就扔出來就搬些錢走 其實這個問題都是 如果本身很有錢的 打算下來走錢 我又不見得這是什麼人才 如果你說的是真正的人才 老實說大陸有很多厲害的人 真的多得不得了 但是那些厲害的人可能是窮的 讀書厲害的那些考試厲害的 或者那些研究厲害的那些不會很有錢的 你叫他來搞什麼資產管理那些浪費的 所以其實整件事的定位是怎麼樣的 他給出來的訊息他到底想怎樣呢? 我想都不是太清楚了 柯博士你剛剛講的 人才外循環又不定 女循環又不定 那些搶人才的成效呢 真的很難去肯定有什麼成績出來了 你剛剛講的 人家不知道你的私診報告在說什麼 人家未必說你的私診報告就來 現在看到李嘉超說有數個香港故事了 他的整個身份私診報告裡面呢 就訪問海外政策和組織 這個字眼提了不少要2700次 要派一些香港人到海外公開掩署受訪 和舉辦活動要過千次了 所以這些數字他就講到 可能未來香港人就派搶人材 在香港故事方面真是會做很多事情喔 你在美國那些貿孔子學院也被人關門了 就是現在人家已經看穿你這套東西了 看穿你整個大陸怎樣搞的 是不是 你這樣搞的 你以前可以半騙半哄的去找人家做一些事情 那有些鬼都沒有所謂 看錢分償 但是就是近這幾年那個意識形態已經完全不同了 就是有很多就是本來可能站中間的 他現在都已經歸了邊 就是對那個整個大陸 甚至整個華語華人區那個觀感已經是很惡劣 尤其是疫情之後 就是你看看美國那裡有多少人 就是見到那些黃種人連打了通 你可以看到那種仇恨已經不是說 只是限於政府層面 甚至下到民間已經有這種這樣的 就是種族歧視是犯法的 但是心裡也存有那種這樣的憎恨在這裡 那這種這樣的憎恨 我不相信你可以出去再找幾句謊話去掩握一下 那就可以騙到別人了 就是你想怎樣 你就給錢買 你給錢買 那問題就是 現在美國的政策政府層面已經有很多限制了 除非那個人放棄美籍 過來跟你進入中國籍 然後在那裡變了折來幫你 如果不是的話都很難 那你究竟這樣還可以說什麼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因為實際上 就是你的行為你的行動 過去幾年已經被人看到了做什麼東西了 還有在一個大的 講這樣的背景之下 就是個個都講去中國化 我看不到你作為一個長官 走出去派派一些人 這裡派一個官 那個派一個官 就是唱唱 你要這樣唱誰聽呢 你開個壇 誰來看你的台戲呢 我也挺懷疑的